8月1日,刀狼新歌风波未平,可没想到这场风波波及的人越来越多,就连曾经的中国第一摇滚女歌手思琴格日乐都下场表态,引起了网友围观。 说起来,思琴格日乐也算得上是乐坛的前辈了,她是藏天朔的女徒弟,凭借着和恩氏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火遍大江南北,几度登上春晚,收获了一众乐迷。 在藏天朔去世后,她收起了锋芒,过上了低调的日子。 这段时间,刀狼新歌风波闹得沸沸扬扬,网友直指她的歌词过于犀利,认为她是在讽刺曾经看不起她的那英、汪峰、杨坤等人。 对此,不少乐坛的人也在看热闹,思琴格日乐就是其中之一。